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学观影,我是阿祥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高分美剧《Light to Me》第一季第十一集的案件 夜晚,两名值班警员在买宵夜时,遇到一名形迹可疑的黑人男孩 刚要上前检查时,男孩把腿就往楼上跑 警员追着男孩上了楼,明江示警后对方仍没有停下 二人追上顶楼天台,看到男孩躲在暗处 一名警员示意地举起双手,但就在男孩将手拿出口袋准备投降时 那名警员突然紧张地开了枪,男孩中枪低下楼 同一时间,卡尔与吉莲夫妇用完餐后,埃里克又谎称回去加班 在他走后,卡尔拿出他偷藏起来的眼镜,跟在埃里克身后 看到他与金发美女约在不远处的咖啡店 卡尔借口归还眼镜,与两人打了招呼 埃里克显得十分尴尬 正在这时,市长紧急电话通知卡尔前往第八区警局 此时警局门口围满了激情的民众,其中大部分是黑人 他们怒斥警察故意开枪杀人 市长办公室的克里接待了卡尔 他随后见到了两名警员库里和杜克 局长强调他们都是受过嘉奖的 被枪击的男孩名叫安德烈 是他们在追捕的一名毒贩 安德烈身中两枪在医院抢救 库里和杜克供述说安德烈举枪指向他们 局长对他下属的说法深信不疑 但安德烈的父亲说警察根本在说谎 因为安德烈根本就没有枪 但在他落地点几英尺外的地方确实找到一把枪 卡尔表示任何争论都是没用的 真相只有楼顶的三个人才知道 卡尔和丽娅分开询问了库里和杜克 杜克是当了四年的警察 今天之前他从没开过枪 而库里则是个老油条 他肯定地说当时他们对安德烈表明了身份 安德烈离他的距离大概四五米 他们看到他拿出了枪 而他也坚决否认安德烈的枪是他们事后嫁祸 杜克的口径与库里基本是一致的 但很奇怪的是 库里有明显的说谎迹象 而杜克却没有 卡尔也感到很奇怪 但他敢肯定的是 房顶的事情不像大家想的那样简单 卡尔吩咐丽娅将刚才面谈的录像带回去 但在他刚走出警局时 就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跟踪 丽娅回到家跟男友卡特甜蜜了一番 突然听到洛克尔的留言 丽娅说洛克尔因为此前的工作失误而心里不安 现在简直把他当成了心理咨询师 卡特却告诉丽娅 最好的朋友之间一般不会将秘密宣之于口 卡尔和吉利安又对昨晚的视频研究了很久 吉利安指出库里看起来像在撒谎 因为相比杜克他显得更加恐惧和焦虑 因为他开了枪也可能是当差十年持续接触暴力犯罪的原因 因此他们需要建立一个基准线进行测试 也就需要关于二人更多的视频资料 克里觉得这样很费时间 但卡尔告诉他需要真相就不得不这么做 否则目前的抗议活动还会继续发酵 卡尔召开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员工会议 告诉大家莱特曼公司被起诉了 因为此前在保险搭亨赫里的案子中 莱特曼公司有人泄灭 导致赫里的财产一直没能解冻 投资者将参与案子的人都靠上了法庭 索赔金额远超出卡尔的承受力 所以律师会逐一跟每一位员工交谈 希望每个人都能具实回答 会后洛克尔找到丽雅 要求他帮自己隐瞒真相 甚至给了他肌肉松弛剂 便于他在律师面前说谎 丽雅很生气 他斥责洛克尔搞砸了赫里的案子 是他暗中向SEC告了密 洛克尔解释说他只是不想卡尔破产 但丽雅这次没有再接招 卡尔去了医院 安德烈的父亲再次跟他强调说 安德烈并没有枪 卡尔却发现当他提到枪时 安德烈的弟弟明显表现得很紧张 他交代说安德烈曾经遭遇过抢劫 之后就弄了把枪防身 因此他的确有对警察举枪的可能 吉利安研究了几个月来库里的审讯视频 发现这是个火化连篇的家伙 他此前所有场合的录像都有撒谎的情况 他提到开枪时的焦虑反应 可能并不是创伤后应急障碍 卡尔挂了电话准备赶回公司 突然被FBI的探员欧文拦住 他就是此前一直在跟踪卡尔的人 欧文将他请到了FBI的办公室 而随之走进办公室的 竟然是挂着探员证件的库里 原来库里并不是普通警员 而是FBI安插在警局的卧底 他们怀疑一小股恐怖势力 已经渗透到华盛顿的执法部门 并且他们在警局内有个间谍网络 每个间谍都跟基地组织保持着联系 而杜克就是其中的间谍之一 他的真实身份是出生在阿尔巴尼亚的阿德曼卡 FBI判断警局内像杜克这样的间谍可能还有几名 所以他们并未实施抓捕 而是希望通过杜克把他们一网打尽 库里希望卡尔退出安德烈这个案子 以免影响到他们的计划 卡尔再次问库里 杜克开枪时安德烈的手上是否有枪 库里再次给了肯定的答复 不过他看起来仍然在撒谎 吉林安分析既然库里是FBI的卧底 那么他之前的反应就很容易解释了 作为卧底身份的警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分裂症 长期伪装身份会让他们变得偏执焦虑 即使在说真话的时候 看起来也像是撒谎 吉林安认为毕竟牵扯到恐怖分子 这个案子他们不该再查了 但卡尔从来不相信政府说的话 他们争论期间收到丽亚发来的照片 是监控盘下的画面 一年前安德烈曾经持枪抢劫过一家商店 他早就会用枪 这时律师通知丽亚过去面谈 他告诉丽亚不用太紧张 但是一定要说出真相 卡尔放大了安德烈抢劫的照片 照片上安德烈的脸没有任何抢劫者该有的表情 没有紧张 害怕和焦虑 一脸平静 卡尔判断这是一张制作过的照片 是有人将安德烈的照片披在了劫匪身上 卡尔第一个想到的始祖俑者就是FBI 卡尔找到了他在CIA合作过很久的老朋友弗莱切 告诉他FBI为了阻止他查枪击案 想要诬陷安德烈 弗莱切说欧文是个非常正直的探员 他不可能做出诬陷孩子的事 而恐怖分子的事却是真的 并且这次涉及到的并不是什么杀伤性武器 而是间谍网络 有憎恨美国的人为他们秘密提供资金 据说他们计划袭击政府建筑 他提醒卡尔远离这个案子 与一个孩子的清迈相比 恐怖袭击显然严重得多 卡尔回到公司时 洛克尔刚接受了律师的讯问 他极力否认了自己是告密者 吉利安正在送一个女人出门 卡尔一眼认出 这个女人就是那晚埃里克的约会对象 而吉利安带他却像朋友一样 这时他们收到消息说 安德烈已经在医院里醒来 愿意接受面谈 二人来到医院 都知安德烈的下半身还没有知觉 卡尔问他是否有枪 安德烈犹豫着承认了 但他说在那晚出事前 他就已经扔掉了枪 在防警时 他的身上只有香烟和手机 他最后的记忆是有人在冲他大叫 之后就中枪了 卡尔和吉利安都断定他说的是真话 在中枪时 安德烈根本手无寸铁 虽然吉利安很担心会影响到恐怖分子的案子 但他还是支持了卡尔打电话汇报市长 毕竟安德烈是个无辜的受害者 卡尔反复看了杜克接受讯闻的视频 让他不解的是 如果杜克真的是个恐怖分子 为什么他会一点撒谎的痕迹都没有 他是如何掩饰身份的呢 卡尔又看了很多杜克的审讯视频 从没发现他有过说谎的表现 最可靠的证据是 他曾经审问过一个新纳粹分子 当听到对发表憎恨美国的言论时 他流露出的情绪是厌恶 如果他真的是一名恐怖分子 他就会赞同对方 如果他以警员身份卧底了这么久 他的焦虑情绪就会更重 所以唯一的解释是 杜克不是恐怖分子 FBI根本搞错了他的身份 他们找到欧文 告诉他杜克根本不是恐怖分子 而他手下的某人 还将安德烈伪造成了抢劫犯 不能猜到这个人就是库里 他开始极力否认 直到卡尔拿出了他女儿的照片 库里的女儿杰克林曾是一个女兵 在伊拉克边境巡逻时 不小心被同伴误杀 但后来他的上级为了掩盖真相 火同各个部门制造了谎言 将杰克林说成是执行任务牺牲 库里查到这一切后 开始憎恨政府 憎恨自己的工作 于是他秘密帮助恐怖分子 一方面对FBI汇报虚假的信息 让当局以为恐怖分子都伪装成警察 一边掩护其他间谍的身份 经过进一步审问 库里又交代了四名间谍的身份 他们的表面身份都是医生和急救人员 因为在爆炸之后 警察不会注意到急救车 这样就便于他们把更多的炸弹带出去 卡尔和吉利安将那天发生的真相告诉了杜克 杜克当时的确看到安德烈 从口袋里拿出了某样东西 他以为那是手枪 但实际上那只是安德烈的手机 在他开枪后 库里嘱咐他去报警 之后他藏起了安德烈的手机 将另一把枪伪造成安德烈的放在现场 试图这样帮杜克脱罪 以便继续让他以恐怖分子的身份 拖出FBI的视线 多克这才知道自己真的无伤了安德烈 感到非常的愧疚 他请卡尔他们帮忙转大歉意 夜晚洛克尔看到正在加班的丽雅 他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他走进卡尔的办公室 直接告诉他 那个对SEC告密的人就是他 而他很抱歉将丽雅牵扯进来 卡尔说自己早就知道 律师的诉讼只是他对丽雅做的一个测试 如果他在压力下将洛克尔供了出来 就会失去这份工作 因为保守秘密在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洛克尔的确做了件蠢事 卡尔扣除了他的实习工资 告诉他想要拿薪水就证明自己的价值 吉利安对他说 洛克尔并不是唯一一个撒谎的人 昨天来的那个女人是埃里克的教母 因为埃里克在婚前曾经有过吸毒史 而他前段时间又开始复吸了 他的教母只是在帮他戒毒 吉利安知道 那晚卡尔是故意藏起了埃里克的眼镜 他以为埃里克有婚外情 吉利安告诉卡尔 虽然他的行为是在试图保护自己的朋友 但每个人都有不愿说的秘密 因此他希望卡尔和他能保持好他们之间那条界限 因为这很重要 以上就是来图密第一季第十一集的内容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